基于我们刚才的讨论 我可以有以下的结论 这个就是一个定理来的 刚才从这里开始可以说是它的证明 可以说它的证明 是说给定了一个part series 剩下的是一个普遍的part series x-x0的n方 那其中一个是对的 一 它发散 每一个x不等于0的时候 它都发散 对照于我的s是等于0 那第二个 它是对于每一个x 它是收敛 而且是绝对收敛 对照我的s是等于0无穷 那为什么我可以强调它是绝对收敛呢 这个又是一个5.9的一个讨论 你0 你随便一个x 你x加1也收敛啊 然后x加1收敛的话 里边的所有点都是绝对收敛 这个是5.9所说的嘛 所以在x这个点是绝对收敛 那就算是x负的也没关系 如果x负的在这里 那这个是负x 那就是负x加1嘛 它收敛 所以x那个点也是要收敛 而且是绝对收敛 这个是5.9告诉我们的 那等于我来讲一讲绝对收敛 absolute convergence 所以这个是第二点 这个是第二点 那我们就算是1跟2呢 事实上我也可以设这个r r就是我的定义是r是supremum of s 既然是就是你在所有点都是diversion的话 你的s只有一个0 那你的supremum就是0啊 对不对 是这样子 那每一个点都收敛 都绝对收敛 那所以呢 你的s是所有的 那你就 事实上你没有上界 按照我们supremum的定义呢 就没有的 就没有supremum的 不能讲supremum的 因为第三个状况是有上界 现在你这个s呢 如果是在第二个状况呢 是没有上界 可是呢 我们可以一点点扩充 扩充这个supremum的意义 就是说supremum如果等于无穷的话呢 就表示说它没有上界 那你的上界呢 拉拉拉拉拉拉的无穷 那就表示它没有上界 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定义 它定义为这个无穷 如果是我的s呢 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这个状况呢 是包含着s无界的状况 随便一个无界的状况 原因是因为又是5.10跟5.9 我不可能在这个区间里边 有很多点 但是中间有很多空隙 没有 5.9跟5.10是说 你有一个收敛的话呢 里边就结结实实 整条线都收敛 那所以 你就是一个区间 那区间很好啊 我们做连续做微分或积分 都是在区间上面 有很好的定义的 所以这个是重要的 这个区间的结构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 OK 那所以是 我就定义R是等于无穷 那一般来说 就是第三个状况了 就是 那个R呢 就是 这样子定义的这个Supremum呢 它的特性就是 它里边的 就是 会收敛 而且是绝对收敛 它外面的 就是 会Divergence Divergence 这里是用着动词 那 是 有这个现象 那所以呢 那这个R呢 我们称之为所谓的 收敛半径 Radius of Convergence 而 按照我这样子 这个定义呢 那 这个是R是小于零 大于零 小于无穷 那 它就是 含着零跟无穷 你看 是B区间的无穷 它可能是无穷的 这个是一般的状况 我们称这个R呢 就是 这个所谓的 收敛半径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状况 所以这个定义 就刚才 刚才我们就 就证明完了 我先看看 这个所谓的 Absolute Convergence Versus Convergence 我说 如果它绝对收敛 那你本身呢 就一定收敛 比如说我们的N平方 收敛 那你 这个 这个是个绝对值 那如果我容许它有一些不同的号 比如说 比如说是 是这种的 负一 的N方 它是 负一 加 负一 加四分之一 减九分之一 加什么 或者是这些正负号呢 怎么放都没有问题 它一定是 这个收敛 就imply 这个收敛 是这样子 事实上 就算是一个负数 都对的 这个像是一个负数 都对的 那但是呢 反过来呢 是不一定的 那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这个N分之一 跟这个 负一的 N加一 除以N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减二分之一 加三分之一 减四分之一 加五分之一 这个是 一个有名的 一个 我们叫做所谓的 交错级数 alternating series 那 它是收敛的 可是它绝对值呢 是 是发散的 那 所以这个要搞得清楚 要搞得清楚 是 你说的东西是正的呢 是比较难的 你有一正一负 一正一负呢 会抵消 大家会抵消 那使得呢 整个 整个 series呢 是会 有机会 会是 不会增长得那么快 那 当然呢 你 是不是抵消一定好的 不见得 比如说 这也是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 你正一负一 正一负一 你都没有收敛了 加一吧 你正一负一 这个不收敛了 它一正值等于零 一正值等于二 没有 一正值等于零 一正值等于一 没有这种收敛的现象 收敛的现象呢 是 是要看 就是那个尾巴 而这个Cosie Criterion 是重要的 Cosie Criterion 就是 我们的 An 它 从 一个 N加1 到N加P 是 所谓的 任意小 那 它的尾巴 有现象来说 是 可以任意小 那我这句话呢 是说 随便一个epsilon 我可以找到一个 大N 0 任何 N大于大N0 的后面的 任何象 的核 加起来都会比epsilon 像 是这样子 那就是收敛 特别 这个P等于1 的时候 就是那个象 绝对值 如果P等于1 任何N 是 对于所有的epsilon 存在一个N0 N0后的N 任何P 都有这个现象 那就是 收敛 特别 P等于1 的时候 就是只有一项 那一项 是任意小 就相当于我们 刚才在证明里边 在5.9的证明里边 就是说 那个尾巴 要收敛 续向0 那这个是 我们叫做 Cauchy Criterion 能够站在这个的话 它就是收敛 那如果你是 AN绝对值 每一个项 都是小的话 那当然是 绝对收敛 好 那 我们继续下去 所以我要举好几个例子 让大家 这些 这些例子呢 我相信大家会熟悉的 那 而且例子刚好 也是我们的一些 Taylor series 或者是Maclaurin series 那 我叫做 第一个example 譬如说 是这个 Xk Xn n重0 到5重 这样子的一个 极数 那我就可以用 Racial Test去看它 这个 Apply Racial Test 那一般呢 也是 你要写一写 你是用什么Test的 Apply Racial Test AN加1 跟AN 就是等于什么 就是等于 X的绝对值 N加1次方 除以X的绝对值 N方 就是这个 所以你固定X以后 当N越来越大 你的比例呢 那算是等于这个X 而Tick Limit以后 当然也是X 那所以 只要这个 这个所谓的 Ratial是 这个Limit是小于1的话呢 就表示说 它是 Convergent 而且是 Absolute Convergent 那个大于1的话呢 就表示说 它是 Divergent 这个是我们从Racial Test里边 我们已经知道的 知道的事情 那 因此也颇指 我们印证 我们的5.11 我的 收敛半径 当然就是在这个1的这个地方 因为呢 你小于 你小于1的时候呢 就是Absolute Convergent 大于1的时候呢 是Divergent 你没有别的 你没有别的数 有这个现象的 那 所以 我们就说 这个R 一定要等于1 所以这个跟前面的 我们整个理论的 那个架构呢 是一样的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那 好 那 但是呢 在边界上面 我们就不清楚了 就是 所以呢 我们一般呢 如果你要再仔细一点看的话呢 我知道 负1跟1 里边是收敛 但是边界是怎么样子 那我就check 当X等于1的时候呢 这个Series呢 是等于 这个1的 N方 就是1嘛 所以就是无穷 Diverge 那 X等于负1的时候呢 这个Series呢 是等于负1的N方 那这个 就是负1加1 减1加1这样子 那就是 也是Divergent 那 所以从这里状况底下 我就知道 就是 这个 对于这个 这个Path Series 这个特殊的 一个Path Series 这个Interval of Convergence 是等于负1 是等于负1一 这里是 这个 那去年应该有 有做过类似的题目 所以 所以讲这个power series的话,我们只能在负一一里边去讲,它是有定义的,你超过它的话,它根本就不收敛,或者是走向无穷之类的,你说那个是等于afx,那afx是什么?你没有值的,所以这个函数只有在负一一才有定义,然后我们要证它多好多好,都有机会。 那你没有定义的话,根本就没希望了,是这样子。 好,第二个例子,是不是边界所有都没有,有一些是有的,那这个例子,k加1x,我喜欢n除以n,n是从1到5重。 这个series我给它展开一下给大家看。 诶,乱。 它没有第一项的。 n等于0,那一项没有的,它只有。 这个series是,有没有同学记得,这个是哪一个series? log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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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的1加x。 嗯,log的1加x,就是这个。 好。 就是log的1加x,就是一个alternating series。 那它是它的一个maclaurin series。 那它是它的一个maclaurin series。 但是我们先不管这个对照什么函数,我们先看看它是,它是,它是,它作为series本身,它的收敛半径,这些东西。 所以,也是racial test。 an加1。 事实上是绝对值除以绝对值。 我这个racial test只能对绝对值,才有效。 那它就是,我想应该不难看见它是等于x的,原来是n加1次方,但是分母也有一个x的n方,所以呢,那些正负1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它是简化了以后呢,应该是得出这样子的一个像。 这样一个像。 然后呢,这里就要讲limit了。 那,n去上无穷,x固定的。 在series来说,x固定,n去上无穷,所以是等于什么? 就是这个。 那一样,如果它是小于1的话,就是absolute convergence。 这是因为racial test的结论。 大家应该知道了,这个racial test为什么会有这个结论。 一样的,就是跟我们的那个集合极数来去比较。 这个x呢,相当于,或者是这个r呢,这个小r呢,刚好是等于x。 这个小r就是它的那个公比,给它对应的集合极数的那个公比。 是这样。 那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因此呢,也是一样,r又是等于1。 又是等于1。 那,好了,端点的状况怎么样子呢? 就是,在1那个地方,是什么? 你的series呢,是等于,在1那个地方呢,你带1进去呢,它是等于-1的n加1除以n。 这个是什么?1减2分之1加3分之1减4分之1。 这个是我们刚才所碰到的那个交错极数。 就是这个,一样的。 当x等于1的时候,你带进去这个series。 所以这个是修炼,alternating series test,它是修炼的。 那x等于-1的时候呢,它是等于什么? 它是,在-1的时候呢,它是等于一个合。 那-1的n方跟-1的n加1方合起来就是-1的2n加1方。 那2n就没用了,因为2n之方就是1啊。 所以呢,它是-1的1加2分之1加3分之1加。 是这样子的一个极数。 而这个,当然收敛到-5重。 它是走向-5重的。 那,那个也是一个发散的一个极数。 那,因此呢,现在这个有趣是说,这个interval of convergence呢, interval of convergence呢,是等于-1。 -1,1是包含的。 好,那刚才真理解告诉我们,这个是,事实上是,在它收敛的地方, 是logarithum1加x。 logarithum1加x。 那,这个端点,我们可以证明,有个定理就是说,如果你在开具间上收敛的话呢,去到边界呢,也是收敛到同样的函数值。 所以这个端点,这个是收敛的极数。 可是收敛到哪里呢? 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的。 但是,利用这个taylor series的理论呢,它就一定是logarithum1加1。 这个1是哪里来的? 是带这个1进去这个函数。 所以它是log2。 我写这个log好像不是太好。 我们应该是ln的。 所以它是ln2。 就刚好就是等于我们的这么有趣的这个alternating series。 这个是要利用一些理论的。 现在有一些理由的。 但是它这个是对的。 好,我要再举一个例子。 example3。 也是我们熟悉的。 对于这样子一个siri来说, 它有没有收敛半径跟收敛区间。 也是racial test。 在做这些n方啊,阶层啊,这些极数的收敛判别法来说呢。 racial test几乎是最好的。 大概就是racial test跟brute test。 可以做这个事情。 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我想不能看见它是等于x的n加1。 好,其他东西全部消掉。 其他东西全部消掉。 而这个当我的series, 我再说一遍。 x固定的。 然后呢,我要看这个series的尾巴的比例。 那这个an当然是代表整个东西。 整个东西叫an。 那这个比例是什么? 这个比例就是当n去向无穷。 这个比例就是刚好是x。 诶? 是吗? 不对。 无论x是什么,x固定的。 当这个比例越来越大, 当那个n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这个比例就是去向0。 然后呢,它是小于1。 所以,无论怎么样x都要收敛。 我的r呢,是等于无穷。 r等于无穷。 那无论什么x呢,都要收敛。 这个是自由适alf。 漫 resulted适合那個ному格是乜少 pollingx在丽小意思的。 那么, masses KelvinSMWorks的。 那么,这 Peace and Jan kull. 當然有一個factor,要算這些 radius of convergence, 有一個factor就是,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可以明顯地,這個r等於無窮是相當於0的倒數。 所以如果這個an加1到an,這個limit是等於,我的意思是說, 對於這個summation的cnxn來說,或者是,就算是我們-x0的來說,都可以。 那我的radius of convergence,這個r呢,是等於所謂的an,等於limit,an除以an加1。 是這個東西的倒數,翻過來,如果它存在,如果這個limit exist的話呢, 它就是等於這個東西。當然,套回這個series的話呢, 它就是等於limit的an是cn乘以x-x0的n方。 那可是這個根分母呢,那個是消掉的。 如果它存在,這個r呢,就是這個倒數。 那這個是一個很有效的,算這個radius of convergence的方法。 那當然這個傳統方法是,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今天最後兩個定理了。 我剛才說,這些summation的test呢,很多都是weierstrass找出來的。 那包括以下的這個test。 那它說什麼?它說fn是i去r,那如果我存在一個sequence,它是一個, 它是r的字集,事實上當然是零無窮的字集。它是正數來的。 使得呢,使得呢,是我的fnx呢,對於每一個x來說都小於這個mn。 而這個事情呢,對於每一個n都對的。 如果是這個樣子,而且summation的mn呢,是收斂的。 它是正數,它收斂的話當然就是,這個和呢是等於無窮。 那這個,我這個n是,可以是零開始,可以是一開始。 一般我們寫這個定理都是一開始。 那都沒有關係的了。 則,我們說,我們考量是這樣子的一個,一個所謂的series of function. is,那我就要講了,uniformly,寫的有點長的。 and absolutely,一般是這樣子寫的。 absolutely and uniformly convergent on i。 我們這個均勻收斂,我們在b部分呢,有講過這個東西,現在出現了。 中心又再出現了。我們講什麼? 我們講,以前呢,就是講一個sequence of function,是uniformly收斂。 那,現在呢,我要講就是absolutely and uniform,是什麼意思? 我們講series,absolutely and uniform,也沒有什麼很特別。 意思就是,它的絕對值是均勻收斂。 當然我們知道,絕對值是收斂,就表示它本身是收斂。 絕對就是均勻收斂,它本身也是均勻收斂。 那這個是意義更深一層的,更強一點的。 那這個名詞,我們在這裡呢,是absolutely and uniformly convergent。 所以這個是WireStrasse mTest。 m代表什麼?就是這些m。 我們這個函數呢,每一個函數呢,如果都有上界, 而這個上界呢,合起來是作為一個十數的極數的話呢,是收斂的話呢, 則相對的函數極數的就會是絕對均勻收斂。 我們做這個定理,我先不證,這個證明事實上不難的。 就是有一些概念會一點點煩而已。 但是我先用,先給它用上了,讓大家知道它是搞什麼鬼。 我們要用在5.13那邊,是說,給定了一個Series。 Series。Series是Cnxn,那這裡當然是零到無窮。 我的r呢,就是radius of convergence。 那這個跟我們前面的符號完完全全都是一致的。 那整個圖畫是這個樣子,這個是零。 假設你在r樓,我們5.11告訴我們,如果你有這個收斂半徑, 那裡邊絕對收斂,外面發散。 現在呢,我不滿足於絕對收斂。 我要看看均勻,是不是均勻收斂。 那在Full R樓到R樓之間,有沒有均勻收斂? 整個的話呢,不一定。 但是呢,我如果說進來一點點,小r,說進來一點點,小r, Full R樓,在這個B區間上面,那個收斂呢,是均勻的。 那均勻收斂有很多好處。 均勻收斂,我的函數就可以講那個連續。 如果每一個fn是連續,就可以遺傳。 每一個n是可為,也可以多一點點條件,就可以遺傳。 積分也可以遺傳。 而我們的fn是什麼?我們的fn是多像是啊。 你要多好就多好咧。 那,就為了達到我們今天一開始的那個目標。 那,這個是一個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講這個所謂的Absolute and Uniform Convergence? 就是這個原因。 那,所以這個命題呢,是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的五點十三。 如果r是radius of Convergence, 則隨便一個大r裡邊的一個數, 在它的相關的B區間上面, 我們的這個series呢,是Absolutely and Uniformly Convergence。 就是這個,意思就是說,它絕對只, 它絕對只,在這個區間裡邊是均勻收斂的。 如果它收斂到,如果它收斂函數是這個樣子, 它就是, 我就會,無論你要多小,有一個代子, 那些partial sum呢,都要在這個袋子裡邊。 簡單來說是這個樣子。 那,而這個vassalsem test呢,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去, 很有效的,而且簡單的, 將這個現象呢,給它說明清楚。 說明清楚。 那,沒有幾句話。 好,因為,是這樣子。 5.11,我就知道就是, 這個cn,rn是收斂。 而且不止,它是絕對收斂。 因為這個r是這樣子的, 小r呢,是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它是絕對收斂。 所以,所有的x在-rr裡邊, 你在這個區間裡邊, 我們當然知道就是,你的cnxn呢, 絕對值呢,是等於cn。 我想我不用多說了, 它當然是小於等於, 或者是這樣子吧。 是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所以呢,是小於等於cn的rn方。 這個我們知道的。 而這個,事實上就是我的mn。 就是我的mn。 我在mtest裡邊的mn。 那,而這個mn呢,是收斂的。 這裡已經講了。 它是收斂的。 那就表示說, 對於每一個x來說, 都有這個upper bound。 這個upper bound是收斂的。 因此呢,我就有呢, 我就有呢, 利用這個mtest。 這個series, 就是absolute and uniform convergent。 所以, 概念上這裡沒有什麼東西。 就是, 認清楚, 利用mtest, 認清楚, 你這個點帶進去是收斂的。 所以呢, 裡邊的那些函數值, 放在, 再說一遍。 帶進去是收斂, 而且不只收斂, 是絕對收斂。 所以呢, 裡邊的任何一個x呢, 帶進去這個series裡邊呢, 都, 那個量呢, 絕對值的量, 不會比你這個量來的大。 所以它一定要收斂。 就這樣子, 講完了。 所以, 這個均勻收斂是很簡單的。 那, 這個定理, 在下星期二的時候呢, 我們再多一點東西呢, 就可以說明就是, 這裡, 如果它收斂, 它的函數, 就是, 連續, 無窮之可為, 甚至是real analytic, 利用這個定理。 那, 好, 今天呢, 最後一個事情我要做的就是, 將這個mtest給它證明, 那就, 我們就完結了。 那, 今天我們對這個power theory, 應該是了解的更深刻。 那, 所以這個是proof of, 5.12, 當然是用coshi criterion的, 沒有什麼, 這個是一個標準的測試, 就是, 對於所有的, 我們剛才有寫過一點的, Epsilon test, 就是因為, 這個是conversion, 那, 所有的Epsilon大於0, 我都找到一個大N0, 所有的, 我都有呢, 這個mN的尾巴, 它本身是一個正數來的了, 它的尾巴, 都是可以任意小的, 那這個就是coshi criterion, 那, 是等價的, 等價於受鏈, 所以呢, 把這個, 把這個coshi criterion, 我們就有這個東西, 那現在, 已經做完了, 怎麼說, 我的fnx呢, 每一個x來說, 都小於mN, 然後, 所以它的核, 也小於對照的mN的核, 這個是有線核, 所以, 就做完了, 它的有線核, 就小於這個, 那, 所以, 給定Epsilon, 我都存在一個N0, N0以後的任何大N, 任何P, 這個東西, 都要絕對小於Epsilon, 那, 所以, 呃, 這個是, by coshi criterion, for, 這個uniform convergence, 啊, 這個是, 我們前面的, 前面的5.8, 啊, 那, 我的這個series呢, 就是, uniform, 呃, 應該是, absolute, and, 啊, 因為, 射擊是, Fn的絕對值啊, 啊, 啊, Fn的絕對值就是, 均勻收斂, 就是這句話, 那, 但是這句話對就是, 我們這個新的名詞, 所謂的, absolutely and uniform convergence, 啊, 啊, 這個i, 啊, 啊, 那個是,for all x in i, 啊, i是一個區間,啊, 啊, 無論開,無論壁, 都沒有關係,啊, 啊, 這個i是一個區間,啊, 啊, 事實上是任何一個集合了,啊, 都沒有關係的,啊, 所以,啊, 啊, 今天我們,啊, 最重要的是這個五點十一, 跟五點十三,啊, 啊, 我們能夠,啊, 做到,啊, 這些,啊, 啊, 密集數, 有一個兩分,啊, 啊, 它, 有一些點是收斂, 有些點是發散, 現在我們呢, 能夠利用我們的, 一些,啊, 小的,啊, 技巧呢, 做到就是會有兩分,啊, 啊, 有一個收斂半徑, 以內就收斂, 而且是,啊, 基本上是絕對均勻收斂, 以外就發散,啊, 啊, 那這個就是,啊, 我們今天的結論, 而這個r呢, 可以是零, 可以是無窮,啊, 你這個, 這個東西呢, 如果r是無窮呢, 也是對的,啊, 也是對的,啊, 那今天我們就來到這裡,